如果你當總統 你會不會執行死刑 你問我的話 他說是 法律定在那裡 要給大家參考 久而久之 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政府 所以對你來講 你的兩岸的路線 你會走抗中保台 或者是你原來說的兩岸一家親 保台是目的啦 你抗中真的可以保台嗎 這打問號 我還是主張兩岸要對話 而且老實講 一家親是這樣啦 我常說人民是人民之間 絕對不要去互相仇視 一家親比一家仇好 台灣不要失去大陸人民 對台灣的喜歡 你想要角株2024 我認為2024 想要角株的人 必須回答幾個問題 在兩岸論述上 它是中央的問題 它也是市政問題 尤其作為一個首都市長 所以對你來講 你的兩岸的路線 你會走抗中保台 或者是你原來說的兩岸一家親 哇 奇怪 今天在講這種題目 第一個喔 保台是目的啦 但是不需要跟抗中連在一起 因為保台才是目的嘛 你抗中真的可以保台嗎 這打問號嘛 所以保台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保台不必抗中這樣子 不是啦 保台是目的嘛 在這個大原則之下 怎麼去處理 這才是要去思考的 基本上我還是認為 我們跟中國大陸 有相同的歷史文化語言宗教 所以 不需要一開始就把它當作敵人 當然政治上會有爭執嘛 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人民跟人民之間 絕對不要去互相仇視 或互相瞧不起 或互相震恨 就是兩岸敵義不需要升高 不應該是我們要讓 台灣要讓大陸人民很羨慕很喜歡 這才是我們的最高目標 如果他都不喜歡你的 哇 這下就麻煩了 但是你現在就不願意說 兩岸一家親 你也很久不講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修正兩岸一家親嗎 我還是主張兩岸要對話 而且老實講 一家親是這樣啦 我常說一家親比一家醜好 台灣不要失去大陸人民 對台灣的喜歡 好 下一題 如果你當總統 你會不會執行死刑 你問我的話 但是我說是 為什麼 你這樣我就法律修改 不然你法律定在那裡 所以除非法律修改 不然的話你認為應該依法來做 我覺得很討厭 我就很不喜歡 法律定在那裡 要給大家參考 九和九是 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政府 好 來 我們再下一題 你認為藍白是不是應該合作 對我來講 我跟誰都可以合作 所以你認為藍白是可以合作 在選舉上 2024的選舉可以合作嗎 其實我跟誰都可以合作 其實你要知道 我跟綠的合作經驗 還比較多 對 所以 基本上喔 你看了我八年 你就知道 我對這種意識形態 什麼政黨那個 其實看得很淡 你們只要講了 有道理 還不是每一條都幫你做 看得去 你會不會 我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道理 你會不會 我 你會不會